罗先生在贵阳市虎门向华医院小区租了一千多平方的房子开设婚纱摄影店 十几年来婚纱店每月产生的电费都是由物业代收 说到这张催脚单罗先生才发现物业给他的电费单上写着每度电0.57元代理服务费每度0.39元 也就是说罗先生没使用一度电物业就要收取0.39元 记者看到2023年5月的这张缴费账单上产生的电费是16142元 其中就有6369元是代理服务费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多出的39万电费让罗先生很震惊 罗先生说这个小区以前是另一家物业 新物业公司贵州深红业物业是2015年接受的 而在2018年国家发改委还降低了一般工业电价 然而罗先生找到物业公司协商 对方却只认可2018年工电部门降价后多收的那一部分 而且也不退给罗先生 只用于抵扣婚纱店的物业费和电费 由于物业公司算出来的费用和罗先生算出来的39万相差甚远 罗先生并没有同意 后续几次协商也很不愉快 物业移民经理还将罗先生的电话拉黑了 罗先生说自2023年发现电费问题后 他就不再缴纳物业费 事情一直得不到妥善解决 他索性电费也不缴了 几天前罗先生收到了贵州深红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发的缴费函 说明罗先生2024年1月到2024年8月31日 以欠费9万5054.92元 其中物业费5万7525元 违约金1299.32元 电费22166.12元等 若罗先生9月12日前不缴纳费用 物业将从2024年9月13日起停止供电 那么准州府他就把我们点停掉了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他大部分的工作的话他无法进行了 还有一些比如说拍照啊这些 公共没有办法拍照 因为七个公共退单了 剪不断理还乱 后来罗先生报了警 可是面对民警 物业片区经理陈华依然表示 他没有接到他上级领导的电话 不会给罗先生恢复供电 根据电力法第44条规定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电费中 加收其他费用 此外民法典第944条第三款明确规定 物业服务人员不得采取停止供电 供水供燃气等方式催缴物业费 那么物业公司收取罗先生的代理服务费 根据是什么 为何坚持不恢复供电呢 他有没有给你们签这个代理服务 这个代理服务我已经看了每个月都是几千块钱 你不要老是问我这个问题 我现在也就在跟你解释这个问题 为什么收了这个经济代理服务费 因为有我家长我们的 他肯定是知道 你想一下从20年 还有这么多年 你要有疑忆 你说咱们有这个合同的话 你能不能提供原始合同 陈华经理告诉记者 小区内的商业供电是防开自己建的变压器 由于存在电力损耗和变压器损耗 为此他们会收取一定费用 因为我们这是转电 不是供电 专用电压器就是弯开的 是的有这么个电损 但是呢这个电损是根据相关的法面呢 是你们要跟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 才签订这个协议 约定物业可以收取正常的电路损耗费 这是物业管理常理规定的 可是你们现在很关键的一个点 就是有没有证据证明 你们跟他是约定好的 你律师也说 还能证明是不是这边 其右边的社会显身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罗先生提出的39万的代理服务费 又是从何而来呢 供电局收你们 他们家费用实际是六毛八 对啊 六毛八 这个是算少的 你又看一下他的电量是多少吗 那为什么经济在米充 这个就是你们做表的人的问题 为什么供电局收他要是六毛八 我跟你说 你们写五毛七 这个就是你们自己的问题 是不是 你们为什么做表的时候 就不把它写成五毛 就把它写成这个 我们也不像他那么爽的 你还能够做啊 我的意思是 为什么不在表上就写六毛八 我们不敢写六毛八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上面的电表就是六交 就是五交七 但是他下面平均电价就是六交到 我们敢写吗 那不是就是后五交九就不一样了吗 反正就是七交左右 所以你们只能在这个单子上 写一个五毛七 对 这个是市场局 市场建立局 就是电价就是电价 你至于其他的 包括这些什么费用 你就不能写成电价 由于供电局计费方式 分为三个时段不同的三种计费价格 然而物业是按照固定价格 每度电计费 为此物业并不是每度电收取 0.39元服务费 具体收了多少他们也不清楚 也就是说 39万和8万都不一定是准确数据 此事需要专业人员统计 事已至此 罗先生只得联系律师 走法律程序解决 他多顺我这个反应 我们叫他提供 对啊 我们和他自己的一个协议标准 对啊 那么一些标准的过程中 那么也会去违法我们的合法权利 我们通过起诉的形式 对啊 那会分我们干嘛 那么通过有关部门的协调 解决别的警告 我们就通过输出程序 可是当务之急 婚纱店需要恢复宫店 9月18号 记者联系了贵阳市云烟区 住建部门务管科 在了解基本情况后 住建部门工作人员表示 物业公司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 在调查清楚后 将对物业公司进行处罚 并勒令物业给婚纱店 恢复宫店 9月18日当天 罗先生的婚纱店 也终于恢复了宫店 百姓关注记者报道 希望请问你 吧